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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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这铺子已经是人家的了 听话 跟季妈妈走 我不走 这才是我的家 我不要去什么玉城堂 我不走 就不走 林老师 把她拉走 来 听话 孩子 我不走 听季妈妈的话 我不走 我不走 听话 我听我去 守住铺子 听话 我不走 我不走 走吧 听话 来 我听我去 孩子 他没事吧 怎么了 没关系 这孩子体虚 加上太过激动 引起一时昏厥 到了玉生堂 我会替他好好调养的 应该没事的 来 季妈 麻烦你 先把他送回去 好的 严先生 这孩子竞格看起来 特别刚烈 只怕将来会给 严先生带来麻烦 要是我怕麻烦 就不会开玉生堂 收容他们 我不求什么 只希望他们 可以平安地长大 长大可以自食其力 对了 你之前提过的创业金 已经给向家那女孩了 就是家里 被大火烧了的那个 我知道 向杨红 她开了间酒馆 对 她说她家 以前是经营酒业的 开酒馆算是自己的本行 她还发誓要赚大钱 把向家的旧宅给买回来呢 这丫头啊 从小就是降脾气 决定的事情 天王老子也挡不住 把祖业给买回来 那很好 可怜的孩子 为了挖回她母亲当年 给她在向家买的那台女儿红 拼死拼活地赚钱 省车俭用的 不知道何年才能存够钱买回来 女儿红 你想买这老向家的旧宅 这可是一个凶宅啊 一把火烧死了好多人啊 这个我不怕 我记得知道这房子 现在产权是何人所有 当年向她家讨债的人那么多 谁是她落到何人之手啊 好 谢谢你啊 我去看看 大爷 这是谁啊 他干嘛到这来啊 他呀 要买老向家的凶宅 这个房子还有人买啊 这八成这有毛病啊 杨大爷 太好了 真的是你们 姑娘你是 我是红二 向家酒访的红二啊 你就是渴死妈妈 渴死舅舅害的向家家破人物的扫把星 她就是当年的扫把星啊 天哪 她就是那个带着笑出声的女孩啊 听说那一落地就会笑的那个女孩是来报仇的 她就是那个扫把星啊 你不是被带走了吗 你回来干什么 我回来看看 等我存够了钱 就要替我舅舅买回这块地 算了吧 克死自己家人还不够 还回来扣我们呢 当年一把火把我们的房子烧了 害得我们现在都没有地方住啊你 你个扫把星 快滚住我们的村子吧 喂 那火又不是我放的 为什么赖在我头上 讲不讲理啊 你们 你还敢回嘴啊 你不回来不就得了吗 你快走 快离开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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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走啊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 你没事吧 是你 先生慢走啊 好 再来啊 你怎么刚好又在这儿啊 我刚刚路过 路过 这么巧 我看啊 你是跟踪我 我跟踪你 你是跟踪我 不然怎么会这么巧 才一天的功夫又在这碰到 你刚刚没有听人家说 我是个瘟神 是个扫把星 命中待客 一出生 客死爸爸 接着客死妈妈 客死舅舅 唉 可能以后啊 我会客死丈夫 又客死孩子 那照你这么说 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知道吗 我出生之后两天 我父亲就去世了 他们都说我命中逮杀 客死了我父亲 没想到我们是同病相连啊 我们可以说是 天作之河 天作之河你都说得出来 当初林老师没让你好好读书吗 林老师 你怎么会知道林老师的 什么林老师 我是说 你老师 哦 其实也不能怪林老师 他呀 表面上很严厉 其实他心地善良的不得了 我们玉生堂的小朋友 只要发懒不做功课 他嘴里总是喊着要打 可是只要我们一装小可怜 他就没辙了 我小的时候 只要一想到念书 我的头就发昏 但是要让我喝酒 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晕过 你酒量那么好 我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能喝酒 火机 再来瓶女儿红 来了 什么 现在就喝酒 不是我要喝的 不是你要喝 那谁喝 娘 红儿来看你了 虽然你等不到丈夫 但是你等得到女儿 这是你最爱的女儿红 你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喝不到自己的女儿红 不过你放心 总有一天 女儿会带着心爱的男人 来到这里 请你喝 你为我酿的女儿红 我相信你母亲一定会保佑你 她会保佑你 找到那个好男人 供起这坛女儿红 好啊 如果我找不到好男人 那你就陪我喝完这台女儿红 我陪你喝 我又不是你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要回家了 好 我也走了 你的伞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